下面一个问题 我是通过在网上看了采访 净空老法师的专题报道片 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 心生无限欢喜 想以身心休息来正道 却没有找到休息的正确方法 以前曾接触过气功 就自己以打坐的方式 用一句阿弥陀佛来休息 却总是昏沉 想请教老师 开示在家的休息方法 我前些日子去了一个寺庙 想做个皈依 由于看到那寺庙不合 就没有做了 不知道如不如法 这个我们学佛 要选择一个快速成就的法门 很重要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污染很大 退缘很多 想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成就是很不容易 真正是禁忆退久 刚进一步 恐怕遇到了退缘 就一诱惑 立刻就退了九步 所以法门要学一个最方便的 最容易的 成就是最快速的 那在佛讲的八万四千法门里面 最方便 最容易 最快速的 莫过于净土法门 就是念佛求生净土 那么念佛法门 修行的刚领 就是三个字 信愿行 你真信 切愿求生净土 持明念佛 行是持明 当然也包括 断恶修善 积功累得 这叫住行 念佛是正行 正诸双修 那最重要的是信愿 念佛还在其次 那信愿怎么得来 你必须得明白道理 所以听经文法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不听经不文法 自己在那修 可能都是盲修瞎练 遇到了境界 不知道怎么样去应付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 所以先要把道理搞清楚 净土的理论并不难 可以说这么多法门里面 最简单的 它只有五经一论 实在讲 你任选一部经都可以 像师父老人家 现在指示我 专学无量寿经 每天晚上跟大家做汇报 国语 粤语 轮着讲 我就感觉到无量寿经 越学历头 真的是越神妙 古人讲这是中本华言 一点没错 所以把道理搞清楚重要 你跟我们可以一起听经 现在我们师父呢 每天都讲无量寿经 大经节 这个理论 性向因果 讲的是太圆满了 你就跟着听 每天至少保持 两到四小时的停经 这就比较好 至于说 做不做皈依的仪式 这个都是其次 佛法重实质 不重行事 你有缘就可以去做个仪式 没有缘 你每天在家里面 早晚课 你就可以皈依 你皈依的是三宝 自信三宝 不是皈依哪个寺庙 哪个人 不是 这些呢 都可以先听听 认识佛教 你就了解了 我先听听听